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 一次不尋常的竞彩 全心节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 经上记着说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今天的信息是 上帝能够用我的人生去到影响其他人向善 你有没有试过我参加比赛呢? 有没有拿到奖啊? 今天的故事是关于一个选美比赛 和很特别的奖赏 故事或者是这样发生的 末底改叔叔 以诗帖问 你有没有听过? 阿哈徐老王派了人来找一些未婚的女子入供 如果爸爸过生后也是你照顾我 你不用担心我 以诗帖 末底改说 对你来说 这个会是很好的机会 要记得我曾经教过你的所有东西 但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 千万不要被人知道 你是犹太人 或者是我的亲戚 知道吗? 为什么? 末底改叔叔叔 以诗帖很疑惑地问 因为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是希伯来人 虽然我们在波斯住了很长时间 但很多人都不喜欢我们 他们想把我们说出去 末底改小声地说 好吧 我会照你所说的事去做 以诗帖点点头话 以诗帖 你不用那么不开心 末底改说 很多很漂亮的女孩 都会进到宫里面 但你要记住 相由心生 你要用爱心去对待人 这样才是最漂亮的 当以诗帖被带到 阿哈徐路王的皇宫里面 他依然将末底改 告诉他听的说话 冥记于心 在宫里面真的有很多很漂亮的女孩 有一些看上去不太友善 但以诗帖对每个人都很好 国王的助手 希盖 都注意到以诗帖 他发现以诗帖的善良 就立即选中了他 还开始为他进行美容療程 希盖 亦为以诗帖提供很特别的食物 还给了他七个宫里 让他住在最高级的女院里面 以诗帖在宫里面 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做美容療程 他每日都进行着 沐浴、抹油和香薰 美容师还帮他剪了一个新的发型 服装设计师帮他 量身订造了新的衣服和鞋 希盖给了所有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与此同时 末帝改每日都会在女院前陪会 他想知道以诗帖是否平安 虽然他们不能聊天 但他们能够在远方见到大家 末帝改只是想知道他是没事的 但他不想别人知道 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有人发现了 就会知道以诗帖其实是犹太人 有一天,希盖笑笑口来到以诗帖的面前 以诗帖,他说 王要见你啊! 以诗帖就说,真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希盖笑笑口就说,你做自己就可以了 以诗帖好激动地说 但我很紧张啊 接着他还说 我现在的脑一片空白啊 希盖跟着说 以诗帖,你不用担心啊 我相信国王和宫里的人都会很喜欢你 希盖说得没错 所有人都很喜欢以诗帖 特别是国王啊 他得到王的宠爱 比任何一个年轻的女子都多 所以,国王就立了他为王后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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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后来说 那个修盾